大家好,今天来聊个什么话题呢? 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,说能不能聊一聊2月1号,川普的女儿Ivanka去中国大使馆拜年这事。 这两天也有个视频在网上很火,就是川普的小外孙女,Ivanka的女儿,用中文唱拜年歌曲的视频。 我去查了一下国内媒体的报道,确实国内媒体对这个事的反应普遍是喜气洋洋,做一个比较乐观的解读,觉得是川普在向北京释放善意,他虽然说得很凶,但是真正开始和中国接触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太激烈的手段。 有不少网友也觉得扬眉吐气,有这种感觉,觉得你川普好像虽然很狂,很凶,但是呢,到我们伟大的祖国,在我们强大的祖国面前,你也得收敛放低身段。 有些自由派的朋友对川普的这个信号就不太满意,就担心川普会不会又像前几任美国总统那样,是吧,对中共比较随静,怂了。 那有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个事,咱们先来讲个故事。 在战国中期的时候,赵国有个名臣叫令向卢,这个人尽人皆知,他是京剧将相河里面那个主角。 令向卢为赵国立有两件大功,第一就是出示秦国,保全和氏币,安全回到赵国,这叫完璧归赵。 第二就是在秦赵免持会盟的时候,捍卫赵国的尊严,赢得了外交胜利。 所以令向卢回国以后,赵惠文王就加封他为上卿,地位在老将连坡之上。 那连坡就不高兴了,他觉得令向卢你的出身只是一个宦官的门客,出身非常的卑微。 而我连坡是赵国大将,有功成也战之功啊,你的地位怎么能在我之上呢? 他就放出话去说,说我见到向卢,必然要羞辱他。 然后令向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,就凡事儿躲着连坡。 俩人上朝,有两个人共同出现的场合,他就请病假。 就是不跟连坡一起出现在赵王的面前,因为吵起来嘛,赵王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 然后两个人的车在街上碰到了,令向卢远远看到连坡的这个车迹,就跟自己的车夫说啊,就绕道,咱们躲开他。 可是他这么一干呢,他的门客就觉得很受气,就不干了。 就找到令向卢要集体辞行,就说我不跟你混了。 他的门客就跟他说啊,说大人你现在的做法,连个老百姓都觉得窝囊。 我们都觉得跟着丢份,都跟着丢脸,所以请你准许我们离开。 令向卢说,那哥几个想离开也行啊,那先听一下我的理由,听完了,你们想走,我绝不拦着。 然后令向卢就问他们,说你们觉得连将军的威势比起秦王来怎么样? 那门客说,那当然不如秦王了。 令向卢又问,那你觉得连将军和秦王谁厉害呢?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。 令向卢就说,以秦王之威,而向卢停斥之辱其群臣。 就是像秦王这样的威势,我令向卢尚且敢在大殿上呵斥秦王,摧折他的气焰,羞辱他的群臣。 我再没出息也不至于一回国就害怕了老将军连坡了吧。 我现在躲着他,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考虑,是为国家着想。 好,故事讲完了。 下面的话呢,可能有的朋友就不太爱听了。 现在中美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,中美冲突没有起来,还没有构成对川普的压力。 且不说现在对华关系还没有对川普构成压力,就是真的压力起来了。 大家觉得会比这个移民禁令出来,这个美国民意群起反对对他的压力更大吗? 会有建制派官员要对川普搞宪法诉讼带来的压力更大吗? 会有美国主流媒体联手起来一致打击川普给他的压力更大吗? 会有这三重压力加在一起给他的压力更大吗?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三重压力加在一起,川普尚且不拒,说休强就休强。 说禁止那七个国家的人入境就禁止,那为什么在中美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之前,他就先服软,先畏惧了呢? 再有,可能有的朋友还是不太服气,那我还有一条根据,就特别符合很多中国网友所秉持的实力思维。 川普在当选以后,跟媒体的采访中都说,他相信美国的实力优于中国。 既然美国在实力上占优,他为什么还没开始谈判就服软呢?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? 所以,有朋友问我如何解读这个事情啊,首先,伊万卡去大使馆拜年肯定不是恶意,肯定是善意。 我觉得最大的一种可能就是,中美贸易谈判真的要开始了。 在谈判启动之前,通过伊万卡的拜访,先去释放一种比较缓和的气氛,这在英文里面叫good face,就是说表明我确实是有沟通的愿望的, 我不是跟你来掐架闹事儿的,我确实是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。 在欧美待的时间长的朋友啊,都熟悉这个套路,这个叫一个courtesy,就是一个谈判礼仪。 至于说谈判的内容和条款是另外一回事儿,不是说我先做的彬彬有礼,就意味着我在谈判过程中会让步了,没有那回事儿。 所以呢,我觉得这个信号传递出来的一个最强的意思,就是中美贸易谈判恐怕进入准备阶段了。 第二层解读就是川普这个人确实有殷勤不定难以琢磨的特点,这可能是出于其性格,也可能是他的有意为之,就是是一种策略,让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,搞不清楚他的打法。 你像1月9号,川普见了马云,那这个会谈气氛可以用亲切友好来形容,那时候很多中国人, 很多人就松了一口气,哎呀,看来还是商人和商人比较好说话呀,看来还是找到了一条影响川普的渠道,是吧,结果转过脸来没几天,川普就跟华尔街日报说,一中原则也是可以谈判的,而且白宫发言人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声明,你看他马上就把这个印象给颠覆了。 第三层解读呢,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亲善之举,就是Ivanka去看简直表演啊,还有她小女儿唱中文歌背唐诗啊, 更多的体现出的还是对中国人的风俗和文化的尊重,是这方面的善意,当然你说他没有去别的地方,他去了中国大使馆,那肯定是有政治意图啊,这么说也没错, 但是如果去的人是在职的官员,哪怕是白宫幕僚,他都更明确的传递出川普政府对北京的这种缓和的意向,但是呢,现在是他女儿去,而他女婿,就是Ivanka的丈夫,被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的库什纳,没有陪同一起去啊,你看这个意思上就差了一层了,他重要性就降低了一层,而且是第一女儿去嘛,有,这更有代表性身份的第一夫人没去,你看重要性, 也降低了一层,所以我觉得啊,也不适合把这事儿太当做这个直接对北京政府的一种信号的释放,呃,最后呢,当然要说以上一切推论都是主观论断,一切观点最后要依据事实的发展来做校正,在这也要感谢朋友们的捧场,有很多朋友留言,对话题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,但我毕竟精力有限,因为我是用业余时间搞这个视频创作的, 所以很多话题顾及不到,请大家多多包涵,祝大家周末愉快